Hello 大家好 我是思古井 欢迎来到今天的井仔怎么看 今天就会讲一讲两宗性质相类似的新闻 第一宗是关于有人在隧道里悼念所谓的义事 结果被捕 而另外一宗是一个36岁的男性 在年灯上发文如何用刀去做乌尼玛叉的事 结果也是被捕 由这两宗新闻可以看出 现在警方真是有心有力 去打击一些以前比较难去触及的网上世界 藉着这两宗新闻 井仔我都会去驳斥一些黄人的谋误 因为黄人经常都很喜欢拿警方打压罪行的行为 就诬略去抹黑他成为一种打压言论自由 打压思想自由的一种行为 那些黄人经常在哗众取宠 用他们所谓的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去做一个藉口 移动一些明明自己做了坏事犯了罪 疯狂在说别人打压自己人权 甚至乎入到监狱没有太阳游 又说自己没有人权 其实井仔我在这方面有点看不过眼 因为见到警队、香港政府 经常都被黄人用那些 所谓西方的人权主义 什么言论自由去做的抹黑 所以会藉着今天的影片 顺便做一下反驳 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 希望大家可以留言一声支持 今次不是支持我井仔 是继续支持警方去执法 另外也希望大家可以留言订阅 赞好把我的影片分享给朋友仔 或者是扫描隔离的二维码去支持一下我井仔 今天的节目就正式开始了 巡礼也是简单去读一下一些新闻 有一个36岁的男性 她在7月2日的时候在年登开post 她就很详细地说如何用刀去伤害某些东西 用什么部位、用刀去做一些污里妈叉的事 而且还特意强调 他们落单、一个人的时候才好去做 不然他们很容易会有cover、有人帮忙 成功率就会大大降低 这些是讲到很详细、很恐怖的post 那时井仔我也是看着这个post 我自己也不以为意 可以直白地说这些东西的人 肯定是在外国的 因为在外国才可以放心 把这些东西说得很努力、很努力、很努力 因为觉得自己根本没有机会被人找到 但没想到那个人傻 最后在昨天7月9日的时候 原来那个人还要是住在我附近 住在池云山被人捉了 幸好他被人捉了 不然用什么我便落单被人污里妈叉 因为我通常都是自己一个 另外一宗新闻也是昨天晚上发生的 分别有两名男性 20岁和27岁 他们在屯门的一条行人隧道上 涂鸦去写上一些悼念字眼 即是他们悼念谁 那些字眼写什么呢 说到这里 看开我的观众 有看开香港新闻的都会明白 他们的悼念不单只是涂鸦了隧道 还要特意拿起山果去做拜祭 不知道如果警方没有出手 他们会不会当场表演破地獄 不是因为他们去拜祭 他们去悼念先人 所以就被人捉 而是因为他们故意在行人隧道里面涂鸦 涉嫌刑事毁坏 最后才被人捉 当然捉了他们之后 发现到他们家里原来有很多文宣用品 即是光时的徽春 整屋都是 然后也不伐那些光时五缺的海报 都是黏着整屋都是 首先再详细讲一讲悼念那件事 有些黄人就会说 现在悼念都会被人捉 明显是一场思想打压 其实我刚才都已经说了一点 不是因为悼念而被人捉 而是因为你四处逃压 所以你才被人捉 用例子去反驳例子 好像之前的陈彦霖 还有那个在停车场失足的人 由19年至今 每个月都会有很多纪念活动 但从来都没有人因为悼念这些活动而被人捉 永远都是因为有人悼念的时候 他们用过藉口去违反限聚令 或者故意刁拦警察去阻差办公诸如此类 他们才被人捉 其实一直以来 根本上都没有一个思想上的打压 只不过是有很多人 藉着所谓的悼念 然后去延续他们一系列的违法行为 最后才被人捉 但那些人常常在赌果为恩 强调自己 因为自己悼念所以才被人捉 我觉得这种说法完全是礼环节曲浪费 如果你是一个人 在自己家里关上火门去悼念 你都被人捉 你才开口说别人去打压你的思想自由 还有如果你是清明 你是正正常常去上山 去什么补复山 去正正常常去拜祭 去装着香 会不会有人捉你呢 不会的嘛 但你每次都要去到公众地方 去搞事 去逃亡环境 弄到到处乱七八糟 那不捉你捉谁 不要说你今次是悼念孤狼 我当你是去哪里悼念自己的朋友 但你在隧道里面喷到鬼五十六 看看有没有人捉你 照样会捉你的 难道你又说警察阻止你悼念你那个朋友 根本不是 根本就是他们在做的行为是一件错事 但永远都要拉起悼念的东西出来说 以为自己好帅啊好帅啊 什么悼念被人打压 思想被人打压 然后个个都假扮大文豪 在说思想什么自由 肉体又不自由 那些垃圾思想 每次都是直接用悼念去做藉口搞事之后 失败了就把所有东西都推到别人那里 还有别人既然选择在公共地方 去搞得这些行为 其实他们根本一早遇到会有危险的了 还有都是那句 现在香港都2021了 香港一早已经回复了做平静的社会 不再说我们正常人 2019年拿相机出来拍张照片都随时被人撕了 我们现在不需要担心这些 所以现在香港是说 最少有500万个正常的香港人会做善眼 是会去举报这些这么意识不良 这么违法的行为 而且现在的风声都说到明 就是说 其实去悼念那个人 即是那个人 那个活动根本就是意识不良 然后那些黄人 现在还要特意去踩一条红线 不但他们去踩红线 不但他们还要在家里收起这么多 不良意识的文宣用品 有时候 我不知道他们怎么想 当他们已经去做一个高危活动的时候 明知自己坏硬 但他们也不会去打算一下自己的家 究竟他们这些思维怎么想 有时真的觉得很有趣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很喜欢进去坐 或者是他们想特意进去探人 交下某些信息 如果不是正常 你起码都要打算一下自己的家 你现在不打算 随时再进入一两条罪 不过不要紧 这些都是我们正常人喜闻乐见的 另外就说回刚才网络世界出post 那件事 其实今次这一个人 究竟为什么会被人捉到 他是什么原因 会不会是曾经泄露过自己的网上的信息 或者是警方已经有一个新科技 新技术新设备 已经是可以去 不需要别人洩露自己的资料 都可以捉到人呢 这一件事 即使我身为一个资深的连登仔 也好呢 我确实是不得而知 但是呢 有一件事不知是好过知 因为未知才能为人带来恐惧 就算是我这些资深的连登仔 也好 我今次也是拗爆头 我也做过几个小时的资料搜集 我也不明白 究竟为什么警方可以捉到人呢 其实关于连登那一方面 我觉得自己确实是有资格这样说的 即是说 其实如果连我也不知道 究竟警方是怎样捉到人的话 我相信连登里面 至少有九成人不知道 不知道一定是一件好事 因为未知所带来的恐惧 是可以令到整个连登变得风声学类 到最后 每个人在网上的言行都会谨言慎行 这一个就是最有效去揭指到 网上不良风气的延续 还有我相信警方都应该真是不眠不休 做了很久的资料搜集才可以做到 因为连登上面有说过 那么多不良意识 那么多露骨的帖子 其实最少都说成千个 但现在都是说 7月2日开帖子 接着7月9日才被人捉到 而且加加上都是说 他才是第四个 即是说背后还有九千多个人都未被人捉 但都不要紧 最起码都是显示出警方有个决心 就是说 就算是一千个帖子 我们都会去查捉去捉他们 那些羊群效应 那些羊群效应 当一千只羊里面 已经有四只羊 其实剩下那九百九十九九九六只羊 他们都应该是不再敢放肆 以前就是觉得 永远都不会到自己 但是现在捉下一个 捉下一个 捉下一个 他们的心会自己害怕的 而且他们只是喜欢吃别人的人血饭头 到自己被人牺牲的时候 他们肯定是害怕得赶死的 还有最后有件事都要强调 言论自由永远都不会包括一些犯罪的言论 所以从头到尾根本都没有所谓打压言论自由的意味 在警方的执法行动里面 永远就是那群年灯上的烂泥 想拖其他东西下水 去污名化警方执法行动做出来的藉口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星期六 下个星期一再见 拜拜